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在2025年秋季新品会上正式发表了iPhone 17系列 基本款iPhone 17、全新iPhone Air、旗舰版iPhone 17 Pro和iPhone 17 Pro Max四款机型 其中iPhone Air厚度仅5.6毫米,为时尚最薄iPhone iPhone 17系列发售后,基本款iPhone 17起价为799美元 而iPhone Air起价为999美元 iPhone 17 Pro和Pro Max的起价分别为1099美元和1199美元 所有机型都首次配备,256G存储空间 iPhone 17 Pro Max还首次提供了2T选项 从采用的晶片来看,全新的iPhone 17系列带来了全新的A19系列处理器 自研的网络晶片、N1以及升级版的CEX数据机晶片 苹果此次带来的A19系列处理器依然还是包括标准版的A19和进阶的A19Pro 这两款晶片均基于台积电最新的第三代3奈米工艺N3P制程节点制造 该节点也有望被用于苹果即将推出的面向iPad和Mac的M5系列晶片 根据台积电的资料显示 N3P是在当前的N3E基础上的光学缩小板 保留相同的设计规则与IP相容性 可在相同漏电率下提升5%效能 或者在相同频率下降低5%至10%功耗 对于典型混合逻辑、SRAM与类比电路的设计 还带来约4%电晶体密度提升 由于N3P的密度提升是来自光学制程改良 可对所有晶片结构实现更加扩展 尤其是以SRAM为主的高效能设计 同时N3P还保留了对3奈米级客户端和资料中心IP的支援 A19拥有6个CPU核心 包括4个效率核心和2个效能核心 GPU为5个核心 支援硬体级的光线追踪加速、网格着色和MetalFX升级 A19还升级了显示引擎、影像序号处理器 并配备了16核心的神经引擎 引入第二代动态快取记忆体结构 更大强的A19 Pro 虽然同样配备了两个效能核心和4个能效核心 不过从苹果的介绍来看 相比A19来说 效能核心的前端频宽提升 分支预测也有了改进 能效核心的最后一级快取记忆体增加了50% A19 Pro有两个5核和6核GPU两个版本 该GPU配备了第二代动态快取记忆体 提升了浮点数学运算速率 带来了统一的影像压缩 其中 5核版本的每个GPU当中 还集成了神经加速器 峰值运算能力是A18 Pro的三倍 苹果声称 这允许在iPhone中 实现MacBook Pro级别的效能 A19 Pro的NPU方面 则是与A19一样的16核心 NPU 不过 苹果并未介绍 NPU效能相比上一代 有多大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 iPhone 17 Pro和iPhone 17 Pro Max 配备了6核心GPU版本的A19 Pro处理器 苹果承诺与上一代产品相比 持续效能提高40% 而只有iPhone Air上 才会配备了叠加了神经加速器5和版本GPU的A19 Pro处理器 其他机型则是搭载A19标准版处理器 值得一提的是 在iPhone 17 Pro和iPhone Pro Max上 A19 Pro晶片将通过一体式设计的新散热系统进行冷却 将热量引导到整个系统 这将有助于散热 另外 苹果表示 与之一体式机身的冷却效能 比iPhone 15 Pro和iPhone 16 Pro中适用的钛金属好20倍 除了核心晶片 近年来 市场一直在有传闻称 苹果还一直在自研自棘 WiFi蓝牙二合一晶片 以替代博通等第三方供应商的供应 而这一次 苹果最新发表的iPhone 17系列和iPhone Air 均搭载了苹果自研网络晶片N1 该晶片支援WiFi 7 蓝牙6.0和Thread 苹果表示 这种集成晶片设计将为AirDrop和个人热点等功能 带来效能和效率优势 确保更快 更可靠的点对点传输 虽然苹果并未透露N1晶片的制程工艺 但有可能与C1一样 是基于台积电的4nm的N4P节点 有望使其比博通的第三方解决方案能效提高30% 具体的效能指标方面 在支援WiFi 7的情况下 所有iPhone 17机型都可以连接320mHz信道 理论上提供2倍于WiFi 6的速度 可以达到46G BPS 此外 该无线标准还提供MLO多链路座 这意味着设备可以使用2.4GHz 5GHz和6GHz等多个频段 以实现更稳定的连接和更快的效能 当然连接到WiFi 7接入点也会减少失言 至于蓝牙6.0 所有iPhone 17机型 在连接AirPods等设备时 都会出现低于20毫秒的失言 从而带来极低失言的音质体验 用户还可以获得更大的范围 更低的功耗和更高的安全性 最后 N1晶片通过Thread协议支援 实现了智慧家居的无缝集成 因此 任何与HomeKit相容的无线配件 都能提供更好的响应能力和可靠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 苹果今年初发表的 首发搭载字眼5G数据机晶片C1的iPhone 16E之后 在新品发表会上 苹果又带来了 CE数据机的升级版CEX 苹果承诺 CEX的效能相比CE提升到了两倍 相比iPhone 15 Pro和iPhone 16 Pro Max 中运行的骁龙更快 而且功耗也降低了30% 但它仍然不支援毫米波技术 iPhone 17和iPhone 17 Pro机型 继续配备高通5G数据机晶片 只为保留毫米波的支援 综合来说 在使用了这些全新字眼晶片后 在电池续航方面 A19系列 N1 CEX的诸多字眼晶片 以及系统软体的协同 无疑将有助于产品续航的提升 根据苹果的数据 极致鲜薄的iPhone Air 依然拥有全天的电池续航时间 影片播放时间长达27小时 比iPhone 16亿多了整整一个小时 因此 总体来看 苹果全面疯狂扩大自家的自研晶片阵容 不论是核心的主控SoC 蜂窝数据机晶片 电源管理晶片 以及最新的网络晶片等等 这都有利于苹果进一步提升 对于供应链的掌控 降低对于外部晶片供应商的依赖 同时也可以进一步降低晶片采购成本 更为关键的是 当苹果在自身的硬体当中 采用更多的自研晶片的之后 这也将有助于苹果更好的掌控和提升产品的效能和能效 从而全方位提升用户综合体验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